聽說礁溪的寒木酒店 這座餐廳有好康優惠 我們就來囉 五峰崎瀑布 礁溪的溫泉公園 森林風呂 嗨 我是Jennifer 礁溪寒木酒店 時尚饗宴 這座Buffet餐廳吃到飽 好 飯店好康優惠壽星打五折 生日的前後一天都算 60歲以上的長者 就打68折 這是壽星宜蘭人長者獨家優惠 所以平日午餐1080加10%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個 礁溪一日遊 場美食暢遊礁溪的風景區 這大廳已經有聖誕節的氣氛 我們預約的是午餐時段 11點30分進場 單位人員很親切的介紹 客區的用餐位置 感覺食物擺放的位置分佈得很開耶 可能取餐要走一段喔 就多走動一下幫助消化 好 謝謝 趕快來看看 寒木的菜色是如何呢 環市一下 取餐大概分佈就是這幾個區塊喔 再加上還有個甜點區域 怎麼感覺有點空洞感 就先從這一區開始看嗎 農家香芋泥膏 辣肉豆干炒韭菜花 炒食蔬 主廚精選炒花枝 炒米粉 海鮮 海鮮類有牛蹄蟹淡菜 柯花的花枝 這個是閃壽司 壽司區 各式面食縣煮區 當地的縣流魚 就是閃壽司 現煎魚 這個屎狗蜂很新鮮喔 直接拿了三輪 煮烤澳洲牛肉 這是蚵仔牛 蜘蜜蜂 蜘蜂糖 馬家魚 蜡蘭肉捲 奶黃包 螺式叉燒包 蟹黃燒賣珍珠丸 這是玉米龍湯 生魚片區 有鮭魚 鮭魚 鮭魚 鯭魚 起舞 先沖了牛肉湯 来到了冷盘区 有粉干 今早压上油肌 右边这是烟熏鲑鱼 中和的冷肉 油蜂融加甘蔗笋 中间这个是和风海藻沙拉 香菌豆酱拌足 生菜沙拉区 各式的蔬菜菇类汆烫料理 这个是稀乳肉 炒饭 各式的热食 红酒炖牛肉 这个是红酒炖牛肉 这里有扇贝白虾 蒜味凤螺 这里有各式的果汁 以及罐装的饮料区 再来就是我比较喜欢的甜点区 甜点区的种类还蛮多的 还不错 好 面包区 咖啡 泡茶区 这里有精致的烘焙饼干面包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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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种口味 是 没有煮汤的甜 没有 没有 够素鲜不干净 哈哈哈 这里的午餐时段没有供应 生啤酒需要另外付费哦 就用这杯果汁敬大家开动 先尝尝这个卤烤牛肉 这个牛肉还可以 干煎黑猴鱼 牛肉干还硬 虽然不要浪费食物 可是真是咬不动啊 放弃了 吃别的吧 鹅仔羹 这个白虾新鲜度是可以的哦 这是水 一边剥壳一边滴水 这品质很不ok 有些失望哦 白虾鲜度肉质还可以 这盘死狗宫光看色泽肉质鲜嫩 哇食欲又回来了 对了在此消费停车免费哦 今天我是壽星其实优惠活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呢是要配合生日的优惠 所以才选择现在来开箱 食狗宫已经吃了第三盘了 然后等一等一等 这个可以吃 其他全部不ok 然后就要配合生日的优惠 一圈圆圆的味道 汤 账单来了两个人消费一共1382元 大饭店这样的消费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芝麻球口感的外酥脆内卵 沾了蓝莓糖浆酸甜滋味好吃 甜点时间 哈密瓜秒杀水果品质还不错 觉得呢这里的甜点比较让我惊艳耶 双麒麟 发配坚果类葡萄干 这个是茉莉柠檬口味 好吃 哇好可爱哦 现在呢来讲讲我们吃完的感受 航幕酒店用餐的环境舒适整洁 这里的服务人员态度非常好 是值得赞赏的 但是热草的菜色普普 显现不出当地特色菜肴 觉得菜色不够精致 尤其是海鲜的部分实在是大失所望耶 但是值得夸奖的是 县尖语以及甜点的高饼区 该赞赏的还是要的啦 我们到了五峰岐瀑布风景区 所以呢如果优惠活动持续 说真的这样的消费金额也没什么好挑递的啦 如果问我会再来吗 真希望他们的海鲜及菜色要加强哦 要不然以后价钱如果恢复正常后 还是这样呢 应该会选择郊西其他饭店吃看看 毕竟这开车过来也是要花一点时间的 尤其是碰到塞车 哇五峰岐瀑布好久没来了 觉得很棒 走一走消耗一下热量 吸收这大自然份多金 看着绿意盎然的树林 还有潺潺的流水声 好疗愈啊 第3层最下面8分钟 然后第2层12分钟 然后第3层32分钟 嗯 走看看吧 哇 这一层的小坤水池啊 这里是最下一层 就是第3层瀑布 说8分钟可以到达 真的很快 嗯 像进行冰冲冲冲冲 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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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第二層瀑布 前面这有个休憩平台 可以休息一下 再继续往上走 第二层瀑布 第二层瀑布到了 走下去好像蛮危险的 还是要注意安全 前几天有连着下雨 水流还蛮穿急的 前面是关铺平台 有凉亭 再上去是第一层瀑布 去看看吧 来到这里真的好放松 好自在喔 这免费的露天泡脚池耶 好多人在泡脚喔 我看这美丽的乡村 我看这美丽的乡村 刚刚停车的地方要收停车费 要在哪里搅呢 好多人一头露天泡脚池耶 好多人一头雾水 觉得这里很棒耶 觉得这里很棒耶 这不是为了缴停车费啊 还不知道这里风景很漂亮耶 很有日式庭园的风格 好列路下次再造访 江西必游景点之一 哇终于找到缴费处了 哈哈哈哈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记得要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